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個 渦輪葉片的一個做法 一個簡易型的 因為沒有尺寸 我們就 做出一個類似這樣的一個形狀 要怎麼去做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呢他應該會是一個 用旋轉的部分 我們可以去做出一個基本的一個造型 好我們可以開一個新的 炒彙 選擇從from平面進來 from平面進來了以後呢 我會加一條中心軸線 好我會呢 拉一段的線條 尺寸自行去做決定 然後我會稍微做一下導圓角 好接下來呢我們把尺寸稍微再美化一下 好我把尺寸稍微做一下整理 好接下來呢就可以對他來做一個 旋轉動作 好這邊感覺好像有點小 我們可以再來 處理一下他的一個 2D的部分 好假設給他的是 120 好做了一個整理以後 我們去對他做一個旋轉 好我們可以做出一個 好類似像這樣的一個造型 之後我們可以在 最上面這個面上 我們可以畫一個草圖 好我可以去 参照一下 参照這個邊 参照這個圓的邊 好 做好了以後呢我們可以來做一個 雲形線 好雲形線的 雲歸線的部分呢 好我們從這個點開始 好先隨意的拖動喔 好先隨意的拖動 看看你的這個 葉片的造型 好你打算是做 什麼樣子的一個 曲線的部分 好先隨意的拖動然後呢 做一下調整 好造型拖動好了以後 好先隨意拖動一個曲線的造型 這個造型拖動好了以後 我們會對他去做一個投影 好往下投影 到我們要的 這個面 好 到我們要的 這個位置上 這個面如果不要的話沒有關係 好我們給他加進去 好然後呢還有在這個面上 好投影下來 這樣子我們就會得到一條曲線 這個曲線呢將來是準備要當作 路徑來使用 接下來我們還會得到 好我們還會想要去畫一下 像 這個邊的部分 好還有 這個邊的部分 這兩個邊的部分呢我們也會想要把它做起來 接下來我會做兩個面 好第一個面 通過這個線的端點 還會呢通過我的譬如說Front面 好這時候我可以去做一個面 好這個面的目的是 我們要來做一下輪廓 好選擇炒繪 好可以選擇 参照 這一條線的端點出來 然後我可以去 拉條線 看看這條線呢好是我們這個輪廓的部分 好先建立一條線 這條線的長度呢好也是 自己去自行定義一下 好 因為這邊的尺寸我們比較不在乎 好我們只在乎他的一個 形狀 形狀有像就可以了 有一個基本的概念就行 之後再做一個面 這個面呢是通過這個點 按著Ctrl鍵 跟這個圓弧面相切 好這邊會選擇 相切 好做出這個面 在這個面上我也可以來 做一個炒圖 好我一樣去參照 線的端點 好 這個地方呢我也可以拉條直線 從這個地方拉一條斜線出來 給他一個斜斜的一個曲線 好會得到一個 斜線出來 一樣給他一個大概的尺寸 好 有了這些線以後 我就可以想辦法去把我的面 給鋪起來 好這邊我們會用的是 掃描混層 選擇掃描混層 參照 我們的軌跡 選擇這條線當軌跡 接下來我們的截面 好選擇 所選截面 第一條截面選他 插入 第二條截面 我們選的是 這一段 好 建立一個 曲面的造型 好建立一個曲面造型 它可以做出像類似這樣的一個效果 好 然後 這個曲面的部分呢我們會去選擇 把這條線再稍微整理一下 做長一點 有一個比較突出的一個效果 150 會做出像這樣的情形 好 會做出像這樣的情形 好做出這樣的情形以後 我們去選擇這個邊 我們要加一個位移 加個延伸 把這個面稍微再延伸 進去一點 也不用多 能夠吃進去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有厚度 有厚度的話呢 它必須要 兩邊都能夠吃到 這在我們之前的善頁的圖形 裡面有跟同學介紹到 好 加了這個面進去以後 我們會對它去做一個 加厚的動作 好我們會選擇的是 兩邊對稱 好讓它變成一個實體 厚度的話假設我們給它是8mm 好這樣的一個 葉片的厚度可以出來 好確定 好確定 可以做出像這樣的一個圖形 然後可以再對它做一個 導圓角 這一塊 按著Ctrl鍵 這一塊的圓角我們可以把它建立起來 好 失敗 好把圓角稍微做小一點 做小一點 我們的圓角可以 建立出來 好 這個地方的面 不夠大 不夠大 我們可以再把這個面再延伸 長一點 剛才的部分沒有做到 再選擇長一點的面 OK 好 這個邊也沒有加進去 把這個邊也加進去 OK 好 這樣子的圓角的部分呢就會一路就這樣子過來了 這個地方剛才沒有注意到 好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這些 部分 右鍵做個群組 好做好群組以後我們對它去做一個陣列 選擇是軸正列 選這一段 好假設我們給它12片 布滿360度 確定 好 這樣的一個葉片概念就可以做好 然後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先把它給隱藏起來 好這邊的線條用不到的地方可以把它隱藏起來 好再來呢你會發現這邊會有一點點 突出來的部分 好我們可以 再選擇草繪 好選擇是TOP面 草繪進來 然後我們可以去做一個投影 抱歉 做一個同心圓 點兩下 做個同心圓出來 然後呢這個同心圓我們打算對它做 除料 反方向的除料 抱歉 另外一側的除料 好直接就往上消掉 好這個部分我們就可以做好 OK 這樣子呢一個 葉片的造型 我們就可以完成 好 無論葉片就這樣子介紹完 請同學可以 試著做做看 好 好 Exce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